現在我突然間接到熔熔一通電話 他跟我說他發生車禍了 我現在要趕快去 你現在嚇得很大 對 然後因為好險 因為我們是在附近拍藍毯的後續 今天熔熔跟King來找我呢 主要是因為上次我們拍片拍到一半的時候 那收到熔熔的消息就是 他騎車要回家的途中呢 那出了一點小意外 就是自己騎車摔倒 那後來又有聽你說 是不是因為King常常跟我們一起去探險的關係 把美運帶給你 所以讓你最近比較倒楣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 那King你有覺得你本身 接觸了這個探險的這個節目了之後 你有比較倒楣嗎 我個人的話其實倒楣的部分 我覺得倒還好 那可能會比較容易 注意力比較不集中 或者是說 可能會容易 頭啊 暈啊 睡不好這樣的狀況而已 但是運氣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直接影響到 就是影響你本身 但是運勢是沒有影響的嗎 對 那熔熔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你既然如果他沒有事的話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應該是說我覺得最近負能量很重 然後 至於這樣子負能量的天一段時間 那跟 可以拍攝探險的這個時間點有重複嗎 有啊 你就是覺得他 這段時間大概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 可是他拍探險也不是這一個月的時間 對啊 如果這樣說的話 其實熔熔的說法是有根據性的 因為他可能就是覺得說慢慢慢慢 那你是不是影響到他這樣子 可是你要是這樣子講 那King他本身自己沒有受影響的話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其實是不成立的 因為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應該是King他本身會比較倒楣 就是運勢比較差 因為我們常常跑那種 比較誤會的地方 負能量比較強的地方 所以他的 他本身的運勢受影響了以後 然後才會連累到其他的人 我們台語叫代水 對不對 就是產生一個連水效應 但是King他本身既然沒有問題的話 基本上你的想法是不成立的啦 但是你如果是懷疑你自己的運勢 比較不好的部分的話 嚴格上來說 也是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我們換一個想法 你今天出了一個小小的意外 可能就是你的這個 不好的運勢就已經過了 嗯 你要換一個思考方式就是 你要反過來想 你經過了這一次的這個劫難之後啊 你的運勢就會慢慢開始提升 因為人都有三歲六旺 沒有人是一輩子倒楣 或者是沒有人是一輩子都是好運的時候 當你覺得你特別倒楣的時候 你就安安穩穩的過完那段時間 那好運自然又會回到你身邊 就是每個人在接受自己運氣不好的時候 都很容易有那種負面的想法 就是說啊 為什麼我今天那麼倒楣 我最近好衰啊 我好絕望啊 其實你換一個方式想就是 你要時時時刻刻保持一顆 給自己明天有一個希望 就是啊 我睡一覺起來 明天的這個運氣就會更好 就像 就像這次受傷 你這次受傷 然後小小的擦傷了以後 這個結束就過了 你就不要再去想它了 你越是去思考說 哇為什麼我那麼倒楣 你出車禍 那個情緒的低潮 會淡隨你的身運拉長 但是如果你一直去想說 啊怎麼那麼倒楣的話 間接著影響了你明天的運勢 那可能這個好運就會 遲一些殘兆 所以就是我們面對在 人生低潮 或者是在 自己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給明天的自己 要有打氣 把今天的這個 那個不愉快的事情 就有在今天就好 人就是繼續教學 然後我給明天 跟希望 我是覺得說 你既然來找我了 那你沒有去找那個 去做祭牌了嗎 對 那一天好 那一天是 菩薩辦事的樣子 他那個是降機還是 請問一下 其實我這樣子 看了一下 我是覺得他比較偏向於 跟神 禮報說他現在要辦事 透過可能他們的 腦波還是什麼樣的方式去溝通 然後去 下達說他該怎麼處理 然後 他去照著這樣辦比較 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以正常來講的話 他的處理方式是比較正常 就是一般我們說的這些天仙天神 是不允許 富人體的 那今天一樣我幫榮 稍微進化一下 對 讓他不要心裡面不要亂想 然後順便給他一點這個聖水 讓他帶回去 你有空的時候就可以喝 然後再來就是你傷口照顧的部分 這如果你要貼人工皮的話 就不要隔太多天 就是在傷口還沒有結痂之前 一定要趕快貼人工皮 這樣才能保證你的眉腿 以後才會同一個顏色 才不會像鬼哥的腳一樣 才不會像鬼哥的腳一樣 男人的腳 你總不希望你 你一個女生的腳 然後變成鬼哥的鬼腳吧 對不對 這邊有那個 KING的腳 不好意思 我的腳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應該不是腳 你應該是手吧 對 但我的手最近有比較感散 有比較感散啊 對我有擦一些美白乳液 你這個除了貼人工皮 照顧傷口以外 然後再來就是要擦一些 除疤的這些 這個不用我教 這個KING專門的 觀眾都有寄給你 很多熱心的觀眾 都有寄一些東西給你 大家都很關心 好 那我們現在幫 我們先做一下進化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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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眼睛閉起來 然後深呼吸 我等一下會點他兩個剪板後面 嗯 先通知你一下 我先詐霸 我先感受了 好 很難 可以嗎 好 可以嗎 我知道 可以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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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彥琴 嗯 真實的感受嗎 對啊 好啦 希望他的這個低潮低谷 從此以後從今天開始之後 他的好運就會接種回來 開始高潮 開始高潮 那 就這樣吧 你們去約會吧 好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